大家好,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杜西周二8月30日抵达了台湾 此行的重点,根据台湾问题介绍,重点是讨论半导体和台湾的合作问题 大家知道半导体是一种用于日常电子产品的关键芯片 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技术竞争的一个新的战场 杜西的访问是美国政界人士最近一系列激怒中国的举动中最新的一次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月底之前还会有一个人访问台湾 这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杜西 杜西使命是为台湾的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的120亿美元的工厂争取供应商 与他同行的还有亚利桑那州的商会主席亚利桑那州经济发展局局长 随着美国政府最近通过的一项法律,加大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投资的力度 美国各州正在竞相吸引数十亿美元的芯片工厂投资 上周印第安那州的州长处于类似的目的访问了台湾 台湾生产的高端处理芯片占全球供应的一半以上 美国官员担心美国在制成手机、医疗设备、汽车和大多数其他电子设备中 使用的处理器芯片方面过于依赖台湾和其他亚洲供应商 与中国在技术和安全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了这些担忧 由于新冠疫情对汽车和电子行业造成冲击 芯片短缺,凸显了颠覆的可能性 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后 中国从8月4日开始在台湾附近海域发射导弹 导致海上和空中交通中断 芯片出口有可能中断 美国国会7月29日通过的一项法案承诺 将提供超过520亿美元拨款和其他的援助 以发展美国半导体产业 并为美国投资芯片工厂投资者提供25%的税收抵免 州政府在承诺减税拨款和吸引他们 希望成为高科技产业中心的芯片工厂 英特尔公司是美国唯一的主要制造商 该公司2021年3月已经宣布将斥资200亿美元 在亚利桑那州建造两家芯片工厂 自1980年以来 该公司在亚利桑那州有另一家工厂 今年1月英特尔宣布计划向俄亥俄州的一家芯片工厂 投资200亿美元 台积电总部位于台湾 为苹果公司和其他的客户生产芯片 该公司去年宣布计划在亚利桑那州 北凤凰城投资35亿美元 建设其在美国的第二个制造基地 台积电在美国 第一家半导体晶圆厂制造工厂 位于华盛顿的卡马斯 他还在加州圣河赛和德克萨斯的 奥斯丁设有设计中心 带照韩国的三星电子也表示 将于2024年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 建造一座价值17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该州表示这是德州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投资 台湾的外事部门最新表态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杜希 惊奇访问台湾 这也是印第安那州州长侯康安上周访问后 今年8月访问台湾的第二位美国州长 台外事部门指出 杜希于8月30号到9月1号率团访问台湾 访台期间杜希将会见台湾领导人蔡英文 和外事部门负责人吴兆燮 参加由经济部及外贸协会 共同主办的美国商机日活动 并将会见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 业者及设有半导体学院的大学代表 以深化双方在高科技产业 及相关领域产学的合作与交流 台外事部门今天发布新闻稿 对杜希州长访问团来访表达诚挚的欢迎 新闻稿指出亚利桑那州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密切 台湾有超过百家企业在亚利桑那州进行投资 主要从事半导体 航太电子零组件电脑设备 以及相关服务 台积电目前正在美国加紧赶攻兴建的新厂 就在亚利桑那州 台外事部门表示 杜希是今年8月访问台湾的第二位美国州长 台方相信此行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 与亚利桑那州的各项合作机会 并深化台美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 白宫的新闻秘书卡林在记者会问询期间 有记者问台湾向解放军无人机开枪警告 某种程度上台海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卡林对此有何看法 卡林回应 我的意思是看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一直保持一致 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是跨党派的 因此正如您在过去几周听到我们所说的那样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该政策我们将继续飞行 我们将继续航行并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运营 这再次符合我们对航行自由的长期承诺 这包括通过台湾海峡进行标准的空中和海上过境 你听到我们谈论美国昨天的海军舰艇 他补充因此我们将继续按照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深化我们与台湾的关系 包括通过继续推进我们的经贸关系 如我们发布的与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 进行贸易谈判的雄心勃勃的路线图 针对中美关系 卡林也重申 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美国政府已经将继续保持与北京的沟通渠道畅通 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保持这种联系 我们将继续呼吁北京重新开放它关闭的那些渠道 不是为了我们 而是为这个世界需求和负责任的力量 当被问及美国准备对台军售11亿美元的军火 卡林说到 我目前没有任何公告 也没有任何可预览的内容 正如我们所说 我们将继续充分履行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下的承诺 支持台湾的自卫 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也在媒体问及此事时 同样不愿意直接证实 他表示美国政策不会在正式通知国会前 公开评论或证实规划中的军事采购案 自2021年1月12日以来 拜登政府五度对台军售总价11.73亿美元 11亿美元采购案如果获批将是第六笔 也是拜登政府上任至今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 针对台湾30号以实弹射击反制解放军的无人机 帕特尔表示 过去几周以来 中国反应过度 做出诸多挑衅行为 美国及区域地区成员回应则是适度且负责任 美国以非常清楚的表明 不应升高局势 但没有理由引发危机 美方也重申 未来会持续依循国际法在区域执行任务 会持续支持台湾 同时会与中国维系畅通的沟通渠道 这是美方的最新表态 我谈到我的看法 你可以看美国一方面他认为自己一直坚守着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 其中的内涵有分歧 他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中国 这个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现在承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他又和中华民国保持一定关系 另外他还用台独势力不断的和台独建立台湾国的这伙人 民进党搞得火热 你可以看到了吧 美国也在打平衡 他也想利用台独分子 把中华民国取代 就有一天他如果可以放弃 用台独的手消灭掉中华民国 那么实际就可以打出台湾牌 那么美国没有任何过错 我还支持一个中国 没有这个中华民国的只剩下一个中国了 看到了吧 那我美国跟台湾建交 就不是破坏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美国的想法 很多人在这个逻辑里边绕不出来 但是我今天跟你讲通了 美国为什么支持这些台独 就是想利用台独消灭中华民国 而台湾很多中华民国派 包括他跑到洛杉矶的中华城里边 拆到烫里边 有很多高举了中华民国的国企 美国才想消灭中华民国 一个中国政策 没了中华民国 就剩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新来一个台湾国 美国永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讲的 他讲的话里有话 你要听懂 这是美国人想的 另外打台湾牌对美国还有力 掏空你台湾的经济 你拿钱去买军火 两岸紧张对立 我随时可以掌握台湾 可以操控台湾 掌握这个节奏 你大陆来跟我谈吧 你不跟我谈台湾问题就紧张 中国呢 中国只有用武力 只有用武力一个方法 所以解放军不断的升级在台海局的紧张 在军演 中国唯一做法就是武统 中国有什么其他做法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用武统来应对 这就是台海现状 美国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州长 包括之前的 不断派更高级别的官员 包括像佩洛西 议长访问台湾 就是美国在做的 把台湾牌打出来 根本目的 想挑动两岸局势对立 紧张 然后把中国俄罗斯捆绑在一起 他现在想成立一个亚洲班北约 亚洲班北约必须有个邪恶目标啊 谁啊 中国 中国邪恶啊 欧洲谁 俄罗斯邪恶 中东谁 伊朗邪恶 你看在中东也在做一个中东版北约 把以色列 沙特 逊尼派 捆绑在一起 对付什叶派 你看以色列和沙特 和土耳其竟然互派大使了 这不就是什么 原来大家都是仇人 但是伊朗是我们主要目标 那我们成立一个中东版北约 对付伊朗 那现在伊拉克这不也打起来了吗 伊朗有反应了 欧洲呢 原来欧洲这些国家 有的加入北约 有的不加入北约 芬兰瑞典 那现在也加入北约了 对付俄罗斯 那一看亚洲这边最大敌人中国 那我一样 照方抓药嘛 成立一个亚洲版北约 日本韩国像台湾 哇 也可以 那首先你得 局势紧张啊 地区紧张 我才能让这些国家 抱团啊 变成一个北约联盟 军事联盟 对付中国呀 对吧 那就谁啊 台海嘛 你台湾就当地马前卒 看懂了吧 所以未来台海 局势会逐渐的紧张 而美国 包括像亚利桑那州这些州长 会不断的跑到台湾来 要求台湾高科技人才 高科技企业 台积电到我们美国去投资吧 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因为台湾很危险 掏空台湾 把台湾的产业掏空 钱掏空 掏空台湾 台海在出现紧张对峙 解放军登岛 美国直接把台积电 把台湾的技术 人才全部抢走 中美就把台湾分了 这是大国博弈 所以亚利桑那州的州长访问台湾 实际上本质还是中美博弈的 你要看懂这里边的逻辑 美国的战略 下一步美国会加紧掏空台湾 而民进党就是配合着美国 现在民进党谁要敢说不 谁就滚蛋 你记住民进党必须配合 所以你这些台独也好 天天高喊什么台湾国 高喊人民进党为了台湾 你好好看看谁在掏空台湾 就是你们这个民进党 爱台湾吗 真的爱台湾的吗 钱给美国人 人才也拿技术都拿到美国去 台湾还剩下什么 真的只剩下榴莲了 真的只剩下菠萝了 凤梨了 就剩下农产品了 剩下一帮天天喊台湾建国这群人了 那个时候真的台湾真的很可怜了 那个时候把台湾扔给中国 两边一打 像乌克兰似的 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这就是美国的目的 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为你好 无力不起早 美国人可没有那么那么仁慈 都是为了利益 所以真正改变台湾现状的就是美国 亚洲版北约 中东版北约 欧洲北约 围堵欧亚大陆三个国家 中国 伊朗 还有俄罗斯 这三个国家 围堵这三个国家 撕裂欧亚大陆 这才是美国的目的 最根本的是要找中国的麻烦 中国的GP很快会超美国 这十年 美国使出浑身解数 要打台湾牌 台湾 一定会成为美国在亚太战略中 重要的一个棋子 甚至是重要的 我觉得一枚重要的棋子 好听说是棋子 不好听就是炮灰 打烂台湾在所不惜 我觉得台湾最聪明的人 真正希望台湾远离战争 真正希望台湾能够和平的人 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今天我讲的 到底谁在配合着美国 到底谁在改变台湾现状 好好想一想 感谢观看